警方的水炮车在尖沙咀清场时向清真寺射颜色水 带集同楼梯染成蓝色 由尖警区指挥官说是意外 夜晚亲自去到清真寺解释 又派警员帮手清洁 一会儿再报道 刚刚出了水炮车开了水炮 装甲车和水炮车下午沿尼敦道向前推进 去到近清真寺位置 突然横向喷出蓝色水 当时行人路上主要是记者 也有南亚裔人士经过 要射清一字 水炮车之后再噴多一下蓝色水 有记者被水柱射中跌低 有人上半身染成蓝色要即场清洗 行人路有一大片蓝色水 清真寺大闸楼梯全部被噴中 事后多人自发到清真寺 用布清洁铁杂 警方先在社交网站发文 说颜色水是误中清真寺 已经向清真寺首席教长 和穆斯林社区领袖解释 说绝对尊重宗教自由 和尽力保护宗教建筑物 到夜晚大约9点半 油尖警区指挥官何润胜 在防暴警察护送之下 拿着毛巾和水桶等的清洁物品 油尖插序警署行到清真寺 他进了清真寺 和清真寺代表会面 大约半个小时后 几个便衣警员出来 用毛巾抹篮杆 何润胜在旁边观察 警方几分钟后收队 他没有回应提问 由防暴警察护送上车离开 清真寺代表说暂时不评论 星期一早10点会开记者会交代 有线电视记者一位移步道 简浩明是今届区议会选举 尖沙咀西选区的参选人 同区报名参选的还有冯剑姬 梁幸辉 潘景和和陈家朗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